卓战躺在小毛驴的背上,慢悠悠地朝前走去,他此行的目的是一个叫大饭山的地方,那里有他需要的东西。 要练出一具资质上乘的身体,需要的东西可不少,样样是难得的宝物。 卓战的神魂虽然受了伤,但仍然强大,用很短的时间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世界的情况。 找出了他需要东西的位置,第一样就是比较近的大饭山上,是其中最重要的。 他想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大饭山,可他亦没有飞行法器,本命武器也掉在了苍蓝界。 二神魂受伤,支持他飞不了远。 三墨玄宇的灵力太弱也不支持他飞,为了不让自己腿着,他就想给自己弄一个逮捕工具。 等到兰家人都离开后,他摸回莫家庄的马棚,那里正经有些好马。 可惜啊,他摸头气场太强,那些马似乎知道了眼前的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怕得要命,都缩成一团。 他只要想抓哪匹马的缰绳,哪匹马就软倒在地,让他只能干瞪眼,没有一点办法。 就在这时,旁边的一声驴叫引起了他的注意,只一眼,他就镶上了。 那头小花驴别看长得不怎么样,但那副酷、炫、狂、霸、拽的样子和看他时轻蔑的眼神, 对积了他的胃口,着战居然在小花驴的身上找到了知音,顿时欣喜不已。 就决定是你了。当场骑着不情不愿的霸总小花驴,走进了夜色中。 小花驴果然没让他失望,不但跑得快,不输骏马,走得也稳当,哪怕一路上总撂绝子, 也没耽搁把着战平安带到大范山脚下的佛脚镇。 前不久传言,大范山上出了邪碎,所以镇上来了很多修士,鱼龙混杂,人来人往。 此时,天上的太阳已经很大了,炙烤着大地。 卓战有点热了,打算在山下休息一会儿,等天凉些再上山。 小花驴也是这个意思,颠了颠屁股,让卓战快下去。 卓战俐落地跳下驴背,正好看到一口水井,应该是村里人给外乡人用的。 他上去打了一桶水,也不管干不干净,埋进去咕咚咚灌了几口, 解了暑气。 他抬起头,吐出一口浊气,旁边小花驴拿大头顶了他一下,差点把他顶到井里去。 他骂道,小畜生,你想干啥? 小花驴不服气地叫了两声,然后对着水桶甩脑袋。 卓战明白他什么意思,笑了,你也渴了,等着,我给你喂水。 他当然不可能让驴用桶喝,而是倒在旁边银马槽子里,喂给小花驴。 一直喝了小半桶,小花驴才停下,然后溜溜达达到一处阴凉的地方休息去了。 卓战笑了笑,洗了把脸,也跟过去,坐在地上,掏出了一个不知道从哪摸的苹果。 咔嚓咔嚓啃啃啃了起来,小花驴眼馋,大脑袋挤过来就是一口。 还好着战动作快,不然手就被咬到了。 他捶了小花驴一下,把剩下的全扔给他,靠在驴身上闭目养神。 不远处有一群人,正在猜测大范山上是什么邪碎。 应该不是石魂兽或者石魂煞,风鞋盘一点反应都没有。 若是没有,那镇上七个镇民的石魂镇是怎么回事? 对啊,虽然风鞋盘是魏无羡做的,那就一定没问题吗? 它也只是能指个大致方向,并不精密。 万一那个鞋碎善于隐藏呢? 巴拉巴拉,卓战本来没想偷听, 但他听到了熟悉的名字,还是睁开了一只眼看过去。 那群人争得面红耳赤,忘了最初的原因。 魏无羡的记忆里,好像经常出现这一幕。 冯魏必吵卓战听了一会儿就觉得没意思, 又闭上眼睛继续养神。 石海里魏无羡的灵魂有了一丝波动,有些忧伤的样子。 等太阳没那么大了, 卓战睁开眼睛,从小花驴身上起来, 伸了个懒腰,准备上山。 半路上送走了一个脑瓜带被开瓢的老鬼, 还碰到了一群骂骂咧咧从山上下来的人。 他听了两耳朵, 无非是大家族的人欺压他们, 没什么意思。 拙战也不急, 溜溜达达地在林子里穿梭, 小花驴哒哒哒地跟在后面, 偶尔啃个嫩草间, 一人一缕好不像是来找东西的, 倒像是来玩的, 好不悠闲。 不过气氛被打破了, 不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呼救声, 救命啊! 有没有人来救救我们? 来人呐, 救命! 拙战没那么好心救人, 只是声音传出来的方向是他的必经之路。 一张大网网住了几个人, 高高地悬挂在树上, 有些眼熟, 在镇子上看到过。 不等他想着是绕过去, 还是直接走过去, 有人掀他一步道了往下。 一个浅色衣衫的少年, 从山林掠出, 停了树下, 很是烦躁地看着网里面的人, 一开口, 尽量轻蔑和嘲讽。 这小公子眉间一点单纱, 长得挺俊, 但眉眼间有些刻薄, 很年轻, 是个半大孩子。 身背一桶羽剑, 一柄金光流灿的长剑, 手持长弓, 衣上刺绣精致, 胸前一朵金线, 绣成的白牡丹, 气势非凡, 闪着细细碎光, 看起来就是很有钱的样子。 金家的人, 应该是刚刚下山那群人口中抱怨的对象。 着战不及, 以着旁边的树看热闹, 他看到有一对白衣人往这边来了, 还是熟人。 正是在从墨家庄离开的蓝忘机和蓝丝追忆行人。 蓝忘机一道剑光, 阻止了金家的少年成兄。 然后金家的少年舅舅出现了, 双方发生了争执。 显然, 傻小子的白月光并不想理那个人, 连话都不愿意跟他说, 全由小辈代劳。 着战揉着闷腾的脑袋, 暗暗感叹, 不愧是亲就生啊, 真相啊, 一样的傲慢无礼。 一样的刻薄嘴毒, 则, 就在江城出现的刚刚, 有关江家所有人的记忆出现在他脑子里, 好在他有过经验, 才没失态。 不得不说, 魏无羡还真是个傻小子, 被江家四口玩于鼓掌之间, 耍得团团转。 那三个死的先不说, 就说说眼前这位好师弟, 哪里是他记忆中只会冲动的样子。 明明很会审视多事嘛。 卓战眼看着姓江的已经动了怒, 却硬生生地压了回去, 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蓝家不好惹。 他不敢轻举妄动, 要是换一个家是稍差的, 你看他会不会动手。 对他恩人温情一脉, 怎么没见他手软? 待人杀上乱葬岗围剿时, 怎么不见他手软? 不过是个贱人下菜蝶, 欺软怕硬的普通人罢了, 只是傻小子, 自己美化了他们。 就是不知道, 傻子小是真傻还是装傻, 卓战觉得后者可能多一些, 流浪多年的孩子贪恋那点可笑的家的温暖, 却忽略了那些从来没有属于过他。 那边争执已经到了尾声, 江城把气撒在了金灵身上, 赶他去寻找邪碎了。 就在路过石卓战的站着的地方时, 差异居然还有一个人在。 待看清那张脸后, 刚刚有气不能撒的邪火顿时冒了出来, 金灵张口便是恶言, 你个死断秀怎么会在这, 被赶回去后不老实在家带, 乱跑什么, 也丢人现眼。 拙战一愣, 意外地看着金灵, 这是认识。 等会? 好像墨玄宇真认识, 墨玄宇的娘被一个大修仙世家的宗主 占了便宜生下了她, 难不成, 她那个宗主爹就是金家人。 宗主, 现任得太年轻, 那就是上任宗主金光善咯。 则, 金光善恐怕都没想到她, 她算计来算计去, 把魏无羡算计死了也没把人拉进金家, 没想到魏无羡重活一世直接当了她儿子, 她要是活着, 会不会被活活气死? 不过, 着战危险地眯起眼睛看向金灵, 居然敢这么跟她说, 她这个做书败的可要好好教训她一下。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她一巴掌扇在金灵脸上, 只把人扇飞出去, 在半空中转了三个圈, 才重重地摔在地上, 一张嘴吐出一口血, 带着两点牙。 所有人都被她突然的动作愣住了, 半天没反应过来, 直到金灵不敢置信地捂着迅速肿起来的脸, 发出一声尖叫, 我的牙。 书的抬头指着着战道, 你敢打我? 江城也回过神, 跑到金灵身边将人扶起, 检查了一下脸上的伤, 愤怒地瞪着一双眼怒道, 你居然敢打她? 着战暴毙, 嘲讽道, 我打了怎么样? 小小年纪便犯口夜, 我这个书败地教训她一下怎么了? 到时江宗主, 居然管到别人家头上了吗? 这话是刚刚江城对蓝忘记地说, 正好拿过来还她身上。 江城一时语色, 但很快便道, 阿玲是我阿姐的孩子, 我是她亲舅舅, 怎么不能管? 着战一挑眉, 耸了一下, 那又怎么样? 你阿姐是出嫁女, 嫁到金家就是金家的人, 她生的孩子姓金, 不姓姜, 管教的是还轮不到你一个姓姜的插手。 金灵捂着脸, 含糊地大声道, 你都被赶出金家了, 不算金家人。 着战一摊手, 无赖道, 哦, 我忘了, 才想起来, 哭, 蓝景仪是真没忍住, 喷笑出来, 怕被人发现, 连忙捂着嘴, 躲到了蓝丝锥身后, 可肩膀还是可疑地抖着, 蓝忘机只当没看见, 金灵和江城气得眼睛都红了, 江城摸着右手指环, 电光闪过, 马上就要扬起子电。 着场全身是骤变, 一扫刚刚地慵懒, 目光冷立地看向她, 神石毫不口客气地往那边压, 金灵修为弱, 腿一软, 差点跪到地上, 被江城抓住肩膀, 才没在蓝家人面前丢人。 江城也不好受, 他只觉得一座大山压在身上, 后背浸出细密的汗, 好可怕的力量。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个僵士门声赶了过来, 道, 一道蓝光将所有负仙网破坏了。 着战把神石一收, 江城也借着这事打发了金灵, 自己步履匆匆地往山下而去。 蓝忘机此时才开口, 去做事, 是对小辈们说的。 小辈们也才想起来, 此行大泛山的目的, 收起其他心思, 等候其他教诲。 片刻后, 蓝忘机又到, 尽力而为, 不可逞强。 声音又低又词, 哪怕着战身为, 男人听了也觉得心肩痒痒。 小辈们不再多留, 朝山林身外走去, 方向和金灵相同。 现场就只剩下蓝忘机和着战, 还有一小花驴。 双方面对面里, 谁也没说话。 着战端向蓝忘机的扮上, 突然道, 怪不得是那小傻子的白色光, 长得确实好。 说完, 不等蓝忘机反应, 带着小花驴走了, 很快就消失在林子里。 被留下的蓝忘机若有所思, 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后, 才慢慢地下了山。 会有这么多的蓝忘机若有所思考。